Ayo 劉斯蒂 天天就不行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英佳人 正常比賽也是先踢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看一下黃芳雪的文明是羅馬人 羅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奴炮 非常便宜而且可以吃到彈道血 他的奴炮還有最小射程的減少 他的步兵單位每點一點步兵踩腳都可以獲得兩倍的效果 所以點兩方就是四方的概念 羅馬人還可以轉出百夫長 百夫長是他的寶兵 羅馬人主要是打步兵配百夫長奴炮為主的文明 他的生旅科技稍微有點不息 沒有一端閒說 玩起來是有點偏尷尬的 羅馬人的採集修理跟建造速度都無可勝的加成 所以羅馬人到了大後期的時候 經濟加成是非常誇張的 那先來介紹一下印加人 印加人是Viper 成績分比為在阿拉伯S級文明 因為他的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減免非常的多 可以爆出大量老鷹或者是爆出大量的槍隊長 還有直投尸手 還有這個 還有誰啊 戰毛兵 這些吃肉單位都可以有大量消耗減免 那印加人他的老鷹也是遠防最高的老鷹 那後期的印加人之外 是打槍隊長強奴投死手 還有這個僧侶可以稍微用一下 但不是非常好用 那總體看起來印加人是蠻康可不明國的 主要是有投死手存在的關係 而且又可以吃到母子玩 整體打起來印加人他要用什麼打法都可以稍微應對 但是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比較害怕工程器單位 只能靠老鷹去解 或者是用這個中頭 遇到火炮的話可能就只能用老鷹了 或者用這個神律 好 那印加人呢 他的打法前期算是比較適合打前期強軍士的方面 像例如打槍矛戰術 其實在阿拉伯的印加人裡面算是稍微有點優勢 但槍矛在封建時代是具有殺傷力的 所以玩起來我覺得還蠻適合打封建槍矛前壓的 好 這邊一樣我們先快進一下 配置稍微看一下羅馬人這邊 羅馬人這邊一樣是先行 先去吃肉 有一百木材就直接補這個模仿 模仿下了特別早 那哈特這邊呢他是先去打獵 然後這邊也都開始吃 好 射掉火子秒先下 兩邊呢開局流程不一樣 那印加人這邊的流程就比較像是 要打一個三棒棒潛壓的策略 這個房子待會補了之後 待會再補一個那個軍營 那印加人口是雙倍喔 所以他這裡如果是打棒棒的話 可以直接省一個房子喔 讓自己的軍營的下的時間更早 那如果是要打極限棒棒的話 這裡就可以開始按棒棒了 然後可以去再挖一個十塊錢黃金 挖十塊錢黃金 然後去按山豬棒棒出來 哇那這個打法有點算是 很古早類的那種三棒棒開局喔 那這邊再補一個採礦能力 OK那這邊直接打棒棒 然後 會應該會再按一隻喔 三棒棒應該會繼續按 採礦能力蓋完之後 黃金放進去 三棒棒按出來 那待會就可以直接轉工兵喔 棒棒轉工兵 那印加人在前期 可以防止的木材消耗比較少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 射箭場喔 或者是兵工場 可以更早出來 所以他打槍矛的優勢喔 其實是有一些 這個方面上的優勢在裡面 好這邊直接升到 裝甲兵一起伐木點下 來看一下這邊 比如GGI直接放棄這個墓區 不想要跟對方 用村民跟棒棒互敲 沒有想要跟對方 用村民跟棒棒互敲 因為他知道這個時間過來喔 對方升裝甲步兵的機率喔 87%高喔 剛剛收完封建棒棒就來 好這邊想要直接撞 讓對方收村 成功吸引到收村的這個箭矢傷害啊 好那印加這邊是遇到了 羅馬人直接鬼轉射箭場 好這裡想要轉個100木頭 好伐木場想要先拿掉 下方直接新開了一個伐木場 現在UG之下有點斷木的關係喔 現在按個毛病就是極限喔 待會黃金能夠放下來 拉個四村去挖黃金 慢慢產小弓出來 會比較安定一點 好那印加這裡是 撥了一個房子 馬上下了射箭場 OK流程是非常標準化的 好可以開始傻囉 好那暫時UG之下羅馬人喔 是沒有辦法解掉這坨裝甲步兵的 好明明自己是羅馬人 結果被對方先打了一個棒棒開除 蠻特別的 反而都是羅馬人先優先打棒棒開 去壓制對手斬裝甲 結果自己印加人先行 打出棒棒了 跟印加人有食物消耗節眠的關係 所以這個棒棒打下去了 其實也蠻超值的 不虧 這步不虧 好這裡趕快再圍一個木牆 毛病數量來到了四隻 稍微可以打一點傷害 雖然每打一下都是一滴血 反擊殺塵塔 總是會打出塵盾傷害出來 右邊的老英雄 右邊飛了過來 好這裡就去戳 好這裡有十一隻的村民 十一隻的村民 人家老英開始轉出來給壓力了 因為老英異多 戰毛兵就不太好打 好這裡下方的工兵也過來 要來空這一片墓區 從兩邊的血量保存得還不錯 老英這邊血量打得有點殘囉 那這裡印加人要趕快去補下冰工廠 就點這個一擊射 有點冰工廠了嗎 還沒有補 先補農田 現在手有點短 而且傷害也太夠 其實轉了小弓出來 這個村民也是有點癢 好這邊老英直接回頭打擊毛兵 但是毛兵直接反擊回去 吃了兩頭老英了 好這裡直接來回頭 哇直接吃到城鎮中心的傷害 很痛 用戰毛兵慢慢秀這方黃金兵 但戰毛兵越安越多 就意味著羅馬人消耗的食物就更多 好這裡直接補一個極限箭塔 可以吃到這個伐木的地區了 但拉的村民有點多欸 拉的山村來蓋這個箭塔 接到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拉個一村來蓋箭塔應該差不多 不會太傷到經濟 山村是有點多了 但山村的有點就是 一定是蓋得起 如果是我一村的話 我現在應該是蓋不起來 OK 這邊山村蓋好 好直接放棄 蓋好的時候才發現 哎呀 人家已經蓋了 這時候翹人已經來不及了 趕快取消 秘密機現在這邊反應非常快速 好 綠珠防射這裡再繼續補房子上去 趕快補 趕快補 好 好 殷家這裡補了鎧甲技術 OK 一級步兵鎧甲 龍馬一級射也點下去了 下方的龍馬開始在追村民 有來得及逃得掉嗎 應該是可以 後面的中獎兵也來了 應該是OK的 這波有機會打起來嗎 看一下 老鷹往前 但是毛兵的數量有點少 現在UGGI這邊應該是會打輸對手正面了 這邊硬打會輸 配兵組成不太優 好殷家這裡還補下了一弓 好 開始往前 說掉了一隻村民 和一隻毛兵 好 洛馬直接靠泡前方的單位 哇 前方 洛馬補了過來 雖然有點了一弓 但實在實在太慘了 這一弓沒吃到多少紅綠全部倒光 UG在這邊 存洛馬反擊回去 OK 有洛馬就能打得回去了 OK 這邊村民要趕快逃了 只能躲在這個箭塔裡面 射射發抖 好 硬家 本來是前壓 現在被完全壓制回去 好 這邊要想要優先打掉對方的 老鷹嗎 老鷹現在還是有一點的 18滴 好 現在老鷹也是武功 好 回頭再打一下 好 老鷹就過來 兩邊就去補了一些兵 封劍打得有點兇 好 一刀 補了一刀 把這個老鷹給抽掉 那又有新的老鷹過來 這毛兵只能撤退 UGG已經覺得奇怪 這傢伙怎麼一直在按兵啊 沒有打算要上城堡塞了嗎 呃 再次這個是硬家的獻解 他現在出老鷹跟毛兵了 都可以有這個消耗減免了 等到前方我真的虧不成軍的時候 再去停兵了 然後去轉老鷹出來 肉類消耗少一點 然後黃金多了一些 待會就可以上城堡塞了 好 QZ來把佳麗還是維持 上方又蓋了一個新的劍塔 哈特並沒有打算要放棄 現在哈特有三隻村民一直在野外沒有工作 但是這次有看到劍塔在蓋囉 馬上博麗跟劍塔 這邊老鷹想要去打村民 但卻有第一時間上去維 可以防守一下 好先第一時間把後面的工兵收掉 前方的老鷹 橫彈 彈住前線有機會 賣根沒有辦法 後面的劍塔已經蓋好 三隻村民蓋劍塔 失敗了 好這裡再補一根 好這邊村民開始有點 控制不住囉 有機會蓋得了嗎 好看一下這邊村民的血量喔 剩下一點點要死第一隻村民了 這村民不敢低不強 因為低不強洛馬就可以上前 因為老鷹在過來壓力很大 要不要先收下工兵 工兵先收下 有沒有一隻工兵 有點忙控不過來 控不過來太忙了太忙了 等一下一擊馬開 羅馬人被迫打了一個封建大戰 這根劍塔好像有機會蓋得了 但想要先讓這隻村民逃出去 那這裡村民只要被打33下 就要死去 還有10% 三隻村民都要暴斃了嗎 HOT太硬要了吧 這個劍塔 哎呀最後沒有蓋好村民也死去了 UGGI這邊拿到大量的優勢了 拿了山村 然後劍塔又竹子被蓋起來 這個取消石頭也只拿到了十幾塊而已吧 可能圍獸石頭也不多 羅馬人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老鷹開始往回側 回頭打一下 好上前 上高低 高打低 細節都有做到很到位 高打低的傷害可以比較多 而且 額外傷害的減免也更多一些 哇他總是拉六村在搞的 下方是山村在搞 然後這裡也在搞 然後處搞 好 硬家這時候也點下了全寶石在升級 兩邊都是打一個大封建 羅馬人這邊慢慢打出了自己優勢 當然滿意外的是他沒有轉裝甲步兵出來 反正是選擇了肉馬 其實羅馬人的封建裝甲是非常難慘的 老鷹是很難擋得住裝甲的 羅馬的裝甲兵 封建是在想 可能他是想要有機動性的優勢 不想要讓對方有這個老鷹的出動權 轉裝甲的話 確定就是追不到老鷹了 老鷹可以到處飛來飛去 好 那兩邊是直接 順城堡 這應該小打小鬧 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稍微調戲一下對手 好 這邊開打起來收到第一隻弓箭手 好 下方的老鷹 想不到在褲旁 上方這裡的箭塔好像都硬蓋了起來 哇靠 最後箭塔還是蓋起來了 HOT這邊順利的把兩個箭塔 控制了對方的墓墟 好 這裡不接補蓋一個城鎮中心 想要手撕這根箭塔 直接在你眼皮底下蓋TC OK UGGI相當果斷 確實該這麼做 好 現在你的箭塔雖然會痛 但是你現在箭子數量不夠多 而且也沒二級射 要射死一隻村民 需要一點時間的 好 只要我蓋起來TC 全部抽村 就可以抽掉這根箭塔 好 這時候UGGI 把所有的肉碼推到了前方 好 未知法木也點下了 好 騎士出來馬上 爆打老鷹 老鷹完全扛不住騎士的傷害 好 這裡收村 把這根箭塔給收掉 好 騎士過來 趕快去抓一下繞跑的村民 村民應該是放棄了 前方的槍兵跟老鷹出來擋 但是你要確定欸 這應該是擋不贏喔 騎士村上來到了四隻 老鷹少量槍兵 完全壓不住 這裡前方要退兵了 被控金 硬架有點慘 節奏越打越差 損失了武村 那這邊羅馬人喔 城鎮中心的閒置有點誇張 來到了五分鐘 TC一直都沒有在蓋村民 這邊看能不能用騎士去解這些牧場 還是要轉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管子 管子 蓋這個工程器製造所有點虧喔 不如在前面再補個TC 待會來拿石頭 好 硬架這邊轉出了生女 好 來補下來槍兵的最三級 重裝長槍兵 好 這邊 牢兵 上面 高打低 好 勝率CD 好 用清奇兵去砍 當然是這個槍兵很強 戳掉兩隻肉馬 當然勝率還是被擊殺掉了 這時候羅馬繼續轉出一些清奇兵往前 可以瞬間收掉敵方的肉馬 好 騎士往後拉 讓肉馬往前 一刀 兩刀 收掉 哇靠 清奇兵打勝率就是要 傷害實在太高了 沒有神聖思想 勝率只能扛兩刀 就是一定要倒 好 硬架這邊全力爆槍兵 好 這邊槍兵搓了一些騎士的血量 硬架這邊 健壯有點不妙 趕快再去補更多的修道院 後方黃金還夠嗎 OK 後面有在挖黃金還行喔 好 後來招翔 但是清奇兵過來 只能收進去 如雞雞在這邊很氣 可以一直拆 一直爽 哇 還拆掉了一個軍 軍事軍主 後面再補下了一個新的軍營 好 羅馬繼續砍 好 抽掉 上方直接夾住 補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3TC 起飛 結果UZ現在把這個城鎮中心蓋在前方 還是蓋在石頭去 比我想像中的更前面一點 好 羅馬人這邊是決定要去打騎士 沒有打算要轉步兵囉 羅馬人騎士暴 可以再配放這個野戰軍 增加一下騎士的撐閃速度 他們覺得羅馬打這種騎士 結果都不是非常好 在頂尖的比賽裡面 好 羅馬回頭 想要砍生鎮 再一刀 哇 這一刀沒下去 可惜了 好 幫忙騎士再開始繞囉 槍兵過來防守下放區 但這邊槍兵數量很少 應該擋不住 好 直接硬吃 後面的羅馬開始輸出 喔 結果這邊好像夾住了欸 哇 這一波槍兵很賺 吃掉了這麼多的騎士 但下方騎士還是燒得到挖金礦的村民 兵家在離終點下了神聖思想 新騎兵很麻煩 他還是用自己的槍兵加僧侶喔 擋住了羅馬的騎士暴 暫時應該穩了 好 羅馬直接鬼轉一波 工程器製造水 準備轉爐炮啦 爐炮轉出來 待會就會很好打了 因為硬家要打俗炮的話 只能靠救贖思想 還有老鷹喔 坐頭石車去進行反制喔 整品的這個搭配組合 還是要去做一個思考的 如果是要打生女加槍兵老鷹的話 那羅馬人這邊就轉羅馬 還有這個正面的軍團兵啊 都可以喔 甚至直接打這個百夫掌 也OK 或是直接鬼轉羅馬 羅馬奴炮流 然後再配上少量的一些軍團掌聲後面 手下這個奴炮 或是搭配軍團兵都可以 所以應該自強比上來說 後期如果羅馬人走奴炮路線的話 硬家人會顯得比較難打一點 好 這邊用早講的騎士去收掉這台奴炮 還不錯 好 這邊用七騎兵去前面往前 但是槍隊長要過來 羅馬應該會直接上前去硬打 能多打掉幾隻生魚都很賺 好 第三隻來不及打掉 那光神七之道手開始產生奴炮囉 這個生物有機會拿得下來嗎 羅馬人暫時打不贏槍隊長 槍隊長這個單位非常麻煩 他有異共射程 射程有一點 所以手更長 好 這根堅塔依舊還沒有辦法很好的拿下 好 目前 羅馬人的TC IDLE 拍到了9分25秒 成任中心的閒置有點久 好 當然已經順利點下第五個時代 羅馬人這邊大撒幣 兩千塊的黃金還沒有花掉 儲備黃金有夠多 好 這裡決定要蓋一根堡 防住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好 本來城堡應該是要蓋這了 但這時候石頭還沒挖出來 所以我先被印加先行往前了 然後這邊印加應該是會想要點下 救贖思想的東西喔 去招牆工程器製造所 好 槍隊長一出來 把這個 羅馬跟奴炮 直接戳爛 羅馬上前擋住 奴炮吃的原地開火 能收幾隻的槍隊長能收幾隻 但是奴炮全部被拆光 還好一台奴炮只要30塊錢 損失這麼多也不是這麼的心痛 只是木材貴了一點 好 勝率往後拉 好 後面的村民 六隻村民繼續拔木 這裡往後可以趕快掃 好 後面馬就補了一個新的 上方大學也補下了 好 羅馬要往後繞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喔 這邊槍隊長有點多 去BD對手家吧 好 偷家 好 偷後面的村民喔 真重要 好 槍隊長走了進來 羅馬暫時還在升級當中 三級馬鎧先補下 但是槍隊長進來戳掉了一些肉馬 羅馬看起來是要走 肉馬配母炮路線 但我確實還缺少了一個 堅守兵種 可能轉個軍團兵 夾路正面會更好 好 右邊再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 羅馬開始斷串囉 好 農地裡居然有槍兵 好 這時候硬家才補下地獄師在 右邊這個城堡有點極限 能夠戳得下來嗎 哎呀 要戳破一個洞來了 怎麼辦 哎呀 戳破一個洞來了 只能扛著槍隊長的傷害 硬蓋了 哇 92.69 沒蓋好 直接變成道德寶 這裡有種分明的天使 手之城堡 幫巨型投石機補點 差點拆建組織的傷害 加點輸出一下 好 剩下地獄子彈的硬家 要趕快按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要趕快補一下了 這根堡還是有可能會被蓋起來喔 好 硬家這邊是先存一些資源 點了精銳槍隊長 巨型投石機還是沒有先按 本來是想要先把機體升上去 那三級的步兵鎧甲 跟三攻喔 也要趕快點 然後現在這個情況喔 點這個三攻喔 可能會更好一些喔 鎧甲可能沒有那麼的優秀 但是 對方的肉麻其實數量蠻多的齁 但是還有這個弩炮 可能不好打 那現在轉鎧甲的話 還是會被射穿的 弩炮粉盤 還是記得要先點鎧甲欸 弩炮的話 好 點一下鎧甲如何 哎呀 先點一下枝巫盾啊 這個比三級鎧甲好像更優秀一點 好 三級甲 300囉 好 馬上補下 弩武先點到最高 這樣遠防就六點囉 精銳槍隊長 弩炮的一發傷害是16 十二加一 還沒有到重裝 好 這裡用大量的武炮 直接串掉了 槍隊長大量的血量 後方城堡還是被拆除了 來不及 點下 軍頭C 這裡槍隊長只能無能輸出 完蛋 沒有辦法可以解的掉 好 那 一家 決定是要用中型頭史車去解弩炮 而不是用生鋁啦 所以羅馬人待會可能不太需要 轉這麼多肉馬 肉馬還是可以轉 去打這個工程器也可以 可能可以考慮直接轉百夫掌啊 之類的 黃金兵更衝一些 好 UZ在這邊黃金庫存 來到了2584塊 這跟城堡還是被蓋了起來 好 黃金有點斷金喔 上方的黃金 要不要趕快去挖一下呢 好 這裡的黃金也要趕快拿回來喔 哇 這個箭塔 一直沒有拿出來 衝一直被射啊 好 羅馬的奴炮大軍 OK 收掉 水啦 天家的代理補下的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 中型頭史車的射程 對 這樣就是8加1 9點射程 毒炮的話是7加0 2點射程的優勢 砸下來也可以砸掉一大堆的毒炮 羅馬人遇到這個情況就會比較難打 我們打頭史車我一定要靠機動性單位去解決喔 好 白斧掌騎士 都是洛馬 這三個裡面選一個 洛馬的優點喔 是造價便宜 而且有抗招響 M加的話 如果有轉救贖思想的話 還可以稍微針對一下 所以轉洛馬確實不錯 當然他依舊沒有這個 攻堅能力喔 簡單來說是前方沒有坦克阿 你前方沒有坦克很容易被衝爆一波的 如果這個槍隊長散了多胎 或是轉出大量老衣試驗包房包夾進來的話 這些奴炮還是有可能會被包掉的 所以羅馬人喔 暫時不敢把這個奴炮 離開這個城堡的射程範圍內 好 這邊串燒效果非常好 趕快被閃陣 剛剛又變成橫列戰法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 槍隊長血量掉很快 好啦 投資車直接被砸爛 最平頭司機砸 中頭 效果不錯 好 清洗兵蓋絲上前 好 直接壓一根堡了嗎 B站 你不過來 那我就要過去囉 好 這邊中型爐炮已經好了 16加1 OK 中型爐炮是16.3害值 非常的痛 好 但投資車又過來又砸了一發 哎呀 直接砸掉兩台 好 往後拉再打 又打掉了一台 弩炮直接擠火中頭 但擠到頭破血流 投資車越來越多 弩炮的消耗速度也很快 這邊拉弩炮拉得很漂亮 直接串燒掉了非常多的槍隊長 哇靠 槍隊長 即使有植物盾也扛不住 那如果是老鷹的話 可能就還行喔 串一下只有7滴血 這邊植物盾老鷹是遠防實練 可是這裡打槍隊長 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等人打老鷹配吉兵喔 效果會更好一點 吉兵防下中頭 然後用這個老鷹去背前方 但這個弩炮沒有辦法 全部的傷害往前打 但是從老鷹上下包夾 這支弩炮可能會更好 好 這邊轉吉兵出來 但吉兵也是扛不住 因為吉兵本來就不是 要拿去打弩炮的東西了 浩子 浩子 已經打出了GG 哇靠這個弩炮海 打散有點猛 最後UGG還有1400就是黃金啊 最後還把對手的主金給幹了過來 直接原地開吃 雖然這個金塊也沒剩多少 800金塊沒有 HART這邊印加打成這樣 確實有一點尷尬 畢竟印加人在這個地圖來說 確實是很OP的 但我覺得UGG這邊更聰明 他是有掌握到對方的思路 這個配兵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打奴炮的話 就是我要先知道他可以 用什麼東西來反制我 那我只要先行反制回去的話 那這顆戰法的成功性 就是可行的 我覺得這一點 UGG這場是打得非常漂亮的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狀況 那經濟狀況呢 是由印加人拿到5萬8支援勝利 羅馬人這邊只是少數的 大約800或900支援的而已 兩邊經濟差距差不多 但是最後是印加人完全崩壞的 這個戰損太差了 KD應該是非常悲劇的 來看一下KD OK 不然0.69 超慘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感谢观看